開始來錄製了,這樣 好 好,那 好,如果下去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課程了 我們今天要講機率概論 然後我們要留一點時間來講 這個板空跟協作 因為這其實也是教育部的要求 沒有辦法,我們要 它要求每一個 同學都要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一個東西叫做Github 或者叫做Git 它要大家去申請 這個帳號,然後每個人要有帳號 這樣子 這我們會留一點時間來做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是講機率概論 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 這是我們今天的網頁 然後 其實我們今天會講 我們就是要講機率 這樣子 因為用到模型之後 你就一定會用到機率 這樣 否則的話你就沒有辦法 用這個 你即使有模型 然後你沒有一些機率的概念 那 這個 你必須要 把模型的預測 然後利用機率 然後加上你的這個 這個 對產業的理解 跟你的商業基本知識 那這樣整個加起來 你才有辦法做出一個好的行銷企劃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機率概論 但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雖然說我們只有一個 一次上課的時間來講機率 但是 其實我相信我這樣講機率的話 大家會對機率的理解有比較好 對機率有比較好的理解 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去上那些 統計裡面非常困難的那些什麼 假設檢定這些東西是不需要的 在我們這個課的裡面 基本上我們只會用到機率 這樣 OK 然後 所以大家對 什麼是機率啊 什麼是機率分佈 有一些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這樣 我們大概今天的 這個agenda是這樣子 我們的 課程的這個 這個進行方式 其實 就是 always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 我們其實是要講這些東西 我們要講 怎麼用數據做模型啊 對吧 然後 通常這個模型的話 就是在 講你這個變數 或者是這個結果的分佈 這樣 是嗎 對吧 你是在預測這個 平均客單價 每一個人的平均客單價 這個 數值 然後 平均客單價分佈是怎麼樣子 然後 這個 平均客單價落在 八百塊到一千塊之間 那它的機率有多少這樣 對吧 對吧 這些 核心的專有名詞 我相信 各位應該沒有那種 沒有上過機遇的人 對不對 上到這裡來了 其實高中都有上過機遇 這樣 是嗎 然後 你們上到研究所這邊來 那 那 勢必 在大學部啊 研究所也一定都上過機遇的這樣 那 即使你沒有上過也不要緊張 對吧 那 呃 這些數值 呃 呃 這些名詞 那 其實是 呃 你只要會 你只要懂 你只要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 然後 呃 基本上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就夠了這樣子 不需要太麻煩這樣 那我講數據啊 講模型啊 機率啊 變數 大家應該都很理解 那可能分佈這件事情是 大家會 呃 會有一點 聽過是聽過 然後都一直掛在嘴邊 就是對他的理解 以及對他怎麼樣在商業上做應用 對吧 齁 我們知道變數的分佈 然後我們知道他的這個機率的 呃 這個 變數的數值的分佈的機率這樣 這樣 那 那怎麼樣在商業上做應用呢 這 這 這是我們這個課程的重點 對吧 齁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我要在這一節課裡面呢 跟大家 呃 算是說做一個複習啊 或者是做一個warm-up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我們會用到一個 呃 呃 我們在講這些 這些 這些理論之前呢 呃 呃 我們會先 帶大家看一個案例這樣 那 這是我們上這名課的這個 呃 主要方式都是這樣 對吧 齁 我們不會先講理論啊 先講數學 先講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 先不講 我們就是 先帶大家看一個案例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看這個案例叫做 老中時噴雪的APP這樣 這樣 OK 各位如果看一下我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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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 能不能夠上到這個 BAP2這個網站 上個來嗎 老師我不行 對 好像 好像 呃 我 我剛剛我自己也上不去 可是我用學校的VPN之後 我就上個去了這樣 意思是說 好像 管店那邊 呃 呃 助教現在應該在跟那個 管店講齁 就是 老師我有通知管店的 對對對 跟他們 你跟誰講 呃 紫淵 你跟紫淵講齁 你跟他講說 現在這個網站必須要進到VPN才上去 這樣 嗯 有有有有 有嗎齁 有有有 他去處理喔 他在處理了嘛齁 然後 所以 大家也許先看我的畫面 或者說你真的 要 要 要看這個 呃 東西的話呢 就 呃 可以 不過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這個 其實 其實 你們如果 呃 來我們的這個 我把 我把這個 單元資料夾 這個 弄出來好了 這樣 這應該是第八單元 我這邊打錯了 齁 這樣好了 我把 現在你們應該已經把資料都下載下來了 對嗎 還是你們資料都還沒下載 因為等一下你們會需要把這個APP跑起來這樣 那你APP跑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互動式的東西 那 呃 你就可以跟著我一起做這樣子 我覺得 學習起來效果會好很多這樣 好 大家現在應該在留言板上面看到一個 呃 看到一個 連結 對不對 然後你點這個連結進去的話 應該會連到 然後 會連到這個畫面來 是嗎 喔 然後這個畫面裡面 呃 我們今天要講 第八單元嘛 對不對 可以嗎 大家可以連到這邊嗎 可不可以呢 可以對不對 喔 所以在這邊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的這個 呃 課程的 這個 呃 東西這樣 我們今天會用到兩個資料夾 喔 一個是 這是 Git跟Github 就是我們留到最後留一點時間講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 呃 主要我們今天是要講紀律概論 然後紀律概論呢 我們有三樣東西 對不對 看到了嗎 這是 我們今天的投影片 那 這是我們今天的 跟以前一樣 就是 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然後裡面有我們今天要用的 呃 這個 file 這樣子 炸焊支架 file非常多 但是其實 呃 呃 沒有那麼 我們要用的file其實不多 這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會 呃 其實用兩 用兩個 程式 一個是 呃 這個叫 呃 Faith2a RMD 這樣 那 這個Faith2a RMD 你們會看到說 它其實沒有HTML 你 它是一個APP 所以你必須要從RStudio裡面去跑它 這樣 OK 所以你 現在要趕快把 這個 呃 資料先 下載下來 然後 我們 把這個資料夾解開 然後 呃 我們會基本上 用1 2 3 這三個file 這樣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file 這樣 然後 呃 install.r 是我上個禮拜就傳給大家 對不對 我叫你們說 趕快 呃 上課前要把 這些套件先裝好 這樣子 因為你等一下要跑這個RMD 的時候呢 它會需要這些 這個install.r裡面的這些套件 這樣 那 呃 裝這些套件會需要一些時間 這樣 所以 在我慢慢在開場的這個 呃 過程這個 時間呢 大家就 應該趕快來把這個準備動作做好 那你如果這個準備動作都做好了的話呢 那你到RStudio裡面 那你應該會看到 那你應該會看到 呃 你應該會看到說 對吧 這是 我每個單元的code 不是都在這邊嗎 我們這個單元的code 解開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些file這樣 那我說 其實我們 今天主要就是要用 1 2 3 這三個file而已 那其他的東西 不需要這樣 那 呃 呃 我們其實 呃 我們其實 呃 我要不要先給大家一點時間 就是 呃 讓大家把 資料先 下載下來 然後 準備好這樣 現在還沒有下載資料的 可以 你需要多一點時間的 可以在留言板上這個 呃 告訴我 所以大家已經都已經把這些資料都下載下來了 是嗎 OK 好 那如果大家的資料都下載下來的話 那大家就到這個 08pub這邊來 然後 這裡 當然我們一開始都是要把它變成工作目錄 對吧 然後 呃 你第一件事的話就是 呃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第一件事的話就是要去做 呃 在這裡 然後設成工作目錄之後 然後把這個 呃 Face2ARMD 看好 Face2ARMD這個檔案 把它打開起來這樣 OK 然後 呃 假如你那些installation都撞完了之後呢 你會看到說這個 這個RMD它其實沒有Need 就是它不能變成HTML這樣 但是你可以跑它這樣 你可以執行它 那它是一個APP 就是 那 那 通常的話我會建議大家把它開到browser上面比較好操作 呃 我們把它 在這裡有一個open in browser 然後我們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就會跳到browser這邊來這樣 這樣 事實上現在就是APP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也就是說你的RStudio在跑這個APP這樣 呃 呃 呃 這個APP跑起來像這個樣子 呃 它有很多頁這樣 然後 呃 我要用這個 我要用這個 我 事實上是這樣 我們現在要 今天要講的這個東西啊 它的背景其實是 呃 大家不知道 然後 在美國呢 呃 有一個國家公園叫黃石公園 那裡面有一個噴泉叫老中石噴泉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所以APP的好處就是 呃 你基本上可以 呃 呃 呃 它裡面可以有很多頁這樣 然後 每一頁裡面都可以有一些互動式的元件這樣 那 呃 等一下我們在講說 怎麼樣用資料做模型啊 那做模型要注意什麼事啊 怎麼樣模型來 用模型來做估計機率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 使用這一些 呃 使用這些 滑桿啊 這樣子 這樣的話 大家我覺得這個 呃 實際操作起來的話就會 呃 對於 什麼叫做 呃 對於怎麼樣用資料做模型 對於怎麼樣用模型來 呃 呃 預測機率 然後 怎麼樣用預測的結果來做分析 然後來做決策這樣 對吧 齁 我用這個APP 其實 這個APP裡面的程式你先都不要管它這樣 因為我已經都幫大家寫好了這樣 那我就是 呃 用這個APP來 帶大家 進入下半全集的這個情境 呃 也就是 用 資料來做模型 用模型來做預測 那你通常預測的話就會牽涉到機率這樣 對嗎 齁 你把這些預測出來的機率 然後加上你的這些商業邏輯 啊 你的這個經營模式這樣 那你的商業專業知識 那你就會做一些分析 然後最後做這個商業決策 所以 商業數據分析 我們這門課的課名是這樣 其實就是要教大家怎麼樣用資料來做決策 對吧 那中間有一些過程 呃 呃 呃 我覺得 其他 也有這種上商業數據分析的課 然後就是教大家做模型這樣 這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錯誤的做法這樣子 各位會在接下來的這個過程裡面發現到說 在R裡面做模型其實就是一行之令的事情而已這樣 然後你去講那個模型裡面的演算法啦 然後模型裡面的這些數學的 detail 對於商業也沒有什麼好處這樣 對吧 所以對我們來講做模型就像是 呃 這個 這個 R裡面的套件會幫我們做掉的事 怎麼樣利用這個模型來做商業分析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這樣 是嗎 齁 然後 呃 我們用這個APP 就先把 這一整個過程跟大家來做一個描述這樣 好不好 那我說這APP的好處就是 欸 它可以有很多頁這樣 那 第一頁其實只是一個故事而已 那 呃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點開 它這個其實是一個YouTube這樣 然後 然後 噴泉在噴花的時候又漲價 那 老公子是一個尖削錢嘛 齁 所以 呃 所以意思是說 它會噴一噴然後又 呃 停了 然後 你看一開始的時候它是沒有在噴的 對不對 然後 呃 所以它會噴一噴然後停下來 又噴一噴然後停下來 然後大家就站在這邊看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這個情況這樣子 然後這是它的故事這樣 然後 所以 在這故事裡面 我們會得到一個資料 它每一次噴發會噴發 好比說 這一次噴發噴發了三點 這個字的大小大家還可以看到嗎 這個字的大小可以嗎 OK嗎 OK哈 可以 好 那這個 呃 所以它 像這一次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游標對吧 看得到對吧 看到我的游標齁 那 呃 看得到嗎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游標嗎 可以看得到 可以齁 好 所以啊 像這一次噴發它噴了3.6分鐘 然後 呃 停了80分鐘 然後這一次噴發噴了1.8分鐘 然後等待時間是54 這個是等待時間74分鐘 然後噴了3 呃 33 3.33分鐘 類似是這樣 對吧 所以我們的資料集 這個資料集其實是R裡面內建的資料集 就是說在R裡面就有了 其實不需要從外面抓 這樣 那它總共紀錄了272次的噴發 那每一次呢它都會紀錄它等了多久 然後噴了多久 這樣 對吧 那 那 那你拿到模型 那你先會想要知道 假設你想要對它這個噴發時間有一些理解 那 你會做什麼 你 但 做一個summary 對吧 做一個summary 你應該就會知道說噴發時間的平均值是多少 把它打在留言板上 噴發時間的平均值是多少 3.48 然後等待時間的平均值呢 對 70分鐘 所以你會 你會有一個印象 覺得說 它大概每次都噴3點多分鐘 然後 每一次等待時間大概是70分鐘左右 這樣 對吧 然後 可是 事實上 它 並不是這樣 OK 你 你如果用那個 GGプロ 這是 很簡單嘛 我們把 這些每一次噴發都 化成一個點這樣 這樣 然後 X軸是等待時間 然後 Y軸是噴發時間 你會看到說 你看 在70分鐘跟3分鐘 我覺得它平均時間的周圍 其實是沒有點的這樣 看到了嗎 你 圖一畫出來 你就會發現到說 你如果 單用這種 這些所謂的敘事統計 你會有一個印象 覺得說 大多數的點 都會在 33分鐘 70分鐘 這個附近這樣 但是它 完全就不是這樣 OK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 它這272次的噴發 有分兩類 有一種是 長噴發 意思是說 它等待的時間久 然後噴的時間也久 然後有一種是短噴發 意思是說 等待的時間短 然後噴發的時間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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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它的分佈呢 不是那種像 常態分佈 我常聽 常聽那個 交機率老師講說 哎呀 在我們這個商業界 大多數的分佈 都是常態分佈 這樣 我聽了實在 覺得蠻害怕的 因為 事實上 你如果真的做過生意的話 那 你會發現到 對啦 是有不少常態分佈 但是有很多分佈 它其實都不是常態 像這個分佈 它就完全不是常態分佈 OK 然後 所以你有這些資料 你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 你最好是 除了看這些 機率 除了看這些統計之外 你最好能夠把圖畫出來 這樣 OK 然後 這個圖表 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理解 你這個 資料的狀況 可是 問題是這樣 就是 圖表是 讓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這一組數據 它的大致的 模樣 那 但是它並不能幫我們做 數值或者機率的估計和預測 對不對 我說 注意看這一句話 圖表是很好 讓你看到概況 這是我們上半學期在做的事 可是 因為我們是戰術性的 戰術 對不起 我們是策略性的 那在策略上 我們只要看到趨勢 看到結構 看到大的現象就可以 但是一旦進入戰術 你就需要估計 機率 估計數值 這樣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會用到模型 這樣 是嗎 那我們原來的那個 光是畫 整理資料畫圖形的 這個做法就不夠了 這樣 就要開始建築做模型的 這個東西 這樣子 對吧 然後 所以接著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說 我們如果想要預測 這個 這個 老公子噴泉 它的這個噴發時間 我們先不要 不要想的太複雜 先不要說去做那些什麼 邏輯式回歸 線性回歸之類的 我們只看一個變數就好 假設我們現在關心的是 它的噴發時間 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到下一頁來 這樣子 我們就必須要利用這些資料 去建一個模型 這樣 然後這個模型建好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你把模型建好了 那基本上 假設我們 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平常都是 比較喜歡用這個 比較喜歡用這種 我們所謂的 平滑密度函數這樣 大家把這個 其他東西都點掉 只留這個平滑 情法基率密度函數 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們用模型去做出來的 用這個 老中時的這個 噴發時間 去做出來的一個 模型這樣子 然後 其實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變數的 幾率分佈模型 所以這個東西它其實就是 各位有學過幾率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幾率密度函數這樣子 對吧 所以幾率密度函數本身就是一個模型 什麼叫模型呢 它基本上就是 使用你這個樣本資料 所做出來的一個 數學公式這樣子 對吧 然後 那你原則上可以用這個 數學公式來幫你做估計這樣 好比說我現在想要估計 下一次噴發時間的 它噴發時間落在 2.2分鐘到3.6分鐘之間 它的機率是多少 因為你有了這個模型 然後大家知道 這個密度函數 你知道2.2到 其實你可以把CDF發出來 對不對 就是 對不起 勾錯了 應該是勾這個 這個頻發密度函數的累積機率函數 所以 你 基本上把這個 做積分 對吧 把這個範圍底下中間 底下這個面積就是它的機率 對不對 各位學過機率的同學 現在有人不知道什麼叫PDF CDF 對嗎 有嗎 你們有學過機率應該都知道這個 對不對 機率密度函數 以及這個 那機率密度函數 基本上這個 這底下就是那個數值嘛 噴發時間 這邊的話就是機率密度這樣 所以它會有 它基本上是連續的函數 然後 這個 我現在想要知道 這個3分鐘到4分鐘之間 它的這個 噴發機率在3分鐘到4分鐘之間 它的機率是多少 18.3 對吧 然後我如果要看 3.7分鐘到4.7分鐘呢 誒 它的這個 機率就是 反正是41 這樣 對不對 是嗎 各位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把 這個RMD run起來 這樣 你如果把RMD run起來的話 你其實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操作這些事 呃 現在 呃 現在還沒有把這個RMD run起來的同學可以在 有多少啊 現在大家 都有把這個RMD run起來了嗎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你到你的 R Studio來 然後 呃 把這個RMD run起來 這樣子 OK 那你這個RMD run起來的話 你其實就會 呃 呃 你就可以跟著 你就可以跟著我做 對不對 是嗎 呃 你可以跟著我做的人 呃 有RMD run起來的人 那 你要不要 因為 因為 現在這個 你就是說 這邊什麼都 不要勾對吧 你就只要勾 頻發 密度函數就好 然後 呃 再 呃 這個滑桿也都不要動 用它的預設值 然後 那 你如果跑起來的話 你應該可以知道 呃 它這個噴發時間 落在四分鐘到五分鐘之間的機遇 是多少 可以嗎 是多少呢 我給各位一些時間做這些事好不好 我們先 這樣好 我們現在先下課 這樣 然後 呃 我們這個 這次下課 呃 我稍微停久一點 然後 呃 我要 make sure 大家都已經 可以把這東西跑起來 那你要是 呃 呃 實話講 如果說你 這個install已經做完了 而且install 呃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 照說你跑這個RMD 它 你按這個run document 它就會跑起來 這樣 好吧 所以 我們現在先下課 然後我們九點 呃十點十分回來 那 這個中間呢 現在還沒有把RMD跑起來的同學 大家就趕快去 把這件事做一做 因為 接著下來你能夠跟著我做會蠻重要的這樣子 好嗎 齁 現在有做出來的人 可以 在留言板上 把答案打出來 齁 齁 那 呃 看來蠻多人的齁 然後 還沒有做出來的人的話 就是 趕快努力 齁 趕快做這樣 那 那希望我們下一節開始的時候 大家已經都能夠跟著我做 齁 你已經跑出來這個東西 可以跟著我做 齁 你們做出來的是 是 40 40.8 對不對 齁 0.48 40 40 8% 齁 那我看一下我的 情形 這樣 嗯 它這個滑桿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是在1分鐘裡面嘛 所以我可以 拉著中間滑這樣 所以4分鐘到5分鐘之間 它是40.8 這樣 看到了嗎 齁 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模型 齁 做了模型之後呢 你就可以 欸 用這個模型來預估 噴發時間 落在某一個 時段的機率這樣子 單邊做的機率模型是如此 我們希望 我們現在下課 我們10點10分再回來 還沒有跑起來的同學的話 努力一下 好 那同學我們現在開始點名喔 呃 教導名則請 在那個聊天欄那邊打家一 踩館 踩館做一 踩館做一